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大家好 欢迎收看节气乐国家 我是主持人彭启明 上一集为大家介绍完 夏天的第二个节气 小满之后 紧接着就要迈入 夏天的第三个节气 芒粽 这个芒粽所在的日期 在每年的6月5号或是6号 这个芒粽从字面上来看 不是粽芒果 而是这个时候的这个稻子 已经结实成粽 而土碎结实的稻子 这个谷粒上会长出这个细芒 那这个芒粽的这个芒 就是指了一些有芒的作物 例如说像是大麦小麦 开始成熟将要收割 那这个粽的意思 事实上是种子的意思 所以也有人说芒粽 或是指的是玉米小米等作物 播种最芒的这个季节 在中国呢 芒粽还有一种解释 也就是说农民们忙着这个收割 开始播种夏季型农作物的繁忙时期 是一个反映农业物猴的现象的解气 常常会说三下大芒季节 就是指的是说忙于下收 下种 还有下管 因此呢也有将这个忙种 说成忙种或是忙着种的一种说法 表示农家的这个播种 夏田最为繁忙的时机相当的有趣 那古代呢 将忙种分为三猴 一猴 螳螂生 二猴 彭始明 三猴 反蛇无生 意思呢 是在说 忙种的节气当中 螳螂在去年生秋产生的这个软 因为感受到阴气 开始这个孵化出来 因而破壳生出小螳螂 那喜鹰的伯老鸟呢 则是开始出现在枝头上 而且感阴而鸣 与此相反的是 能够学习其他鸟类鸣叫的反蛇鸟 却因为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 停止了鸣叫 那根据往年观测资料 其实忙种时期 全台湾中午的高温 最高大概都会来到30度以上 甚至更高 那清晨的低温 也有机会到了25度以上 已经是相当炎热的气温 再加上现在全球气候越来越异常 六月份超过35度的高温 越来越频繁 那北极熔冰的面积加大 就可以知道说地球暖化的严重性 那进入这个盲种之后 封面平凡的程度不亚于小满 那常常这个封面呢 还没有结束离开 下一道封面早就在排队在等的 那这个时期的封面云系 比小满时期发展得更完整 因此呢 带来的雨势都比较剧烈 雨下得又大又久 一旦下雨就会至少六到七个小时 那在这段期间出门呢 其实如果你不带雨伞 真的是出不了门 或是完全被淋湿 不过呢 这个是过去的平均现象 近年来 其实美雨的状况 真的不大稳定 许多研究也指出 其实未来呢 气候变迁之下 美雨封面的特性将会改变 甚至延后 或是不来台湾 像是今年的水库进帐 不如以往 这个美雨就很严重 美雨就很需要 汉象也比以往来得很严重 这个时期的封面位置 已经开始往北边移动 美雨封面呢 主要是南方暖湿了空气的势力 跟北方冷空气的势力 相抗衡的一个战争 在交界面所形成的 剧烈降雨的现象 那进入这个夏季之后 其实来自于印度洋的南方 暖湿空气的势力 越来越强 将战线呢 慢慢地往北推 另外一个方面呢 随着太阳光逐渐往北直射 位于太平洋的 负热带高压 也会逐渐地增强 台湾呢 就逐渐地进入 太平洋高压的 笼罩的势力范围内 因此呢 天气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转成呢 有那种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呢 这个时间点呢 大概都要等到 盲重的最后几天 天气呢 才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盲重时节 台湾各地的气候状况 正值美雨季后期的盲重 水气量比小满 还要来得充足 盲重的后几天 也刚好处于 美雨衔接夏季 行天气的时间 因此盲重初期 天气还是极不稳定 这个时候 北部平均温度来到 24到31度 降雨几率大约5成5 平均累积雨量为170毫米 中部地区 平均气温是24到31度 降雨几率大约5成5 平均累积雨量为224毫米 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则是5成 平均累积雨量为242毫米 平均温度是25到31度 最后东部地区 平均气温是24到30度 降雨几率大约5成 平均累积雨量为124毫米 这样的统计数据 跟前一个节气小满相比 雨量又更多了一些 面对多雨潮湿的天气形态 一定要特别注意家中除湿的动作 千万不能马虎 否则在湿度过高的环境下生活 相当容易生病 居家环境的设备也容易受潮受到影响 到了盲重这个节气的时候 的确就可以感觉到降雨增加非常的多 那降雨多 湿气重 人体也比较容易生病 因此在这边也要提供大家几点 盲重的节气小叮铃 一 着这个透气的衣物保持这个干爽 减少皮肤病 二 温湿度变化很大 气喘患者需要多留意 三 雨势比较大 意视线不良 行车安全真的要多留意 在中国古代 盲重这个节气有不少相关的谚语 其中台语的 大家来猜猜看这句谚语是什么意思呢 一 到了盲重的时候 乞丐们总是讨不到饭吃 二 进入盲重的时节 百花的花旗均过了 蝴蝶没有花蜜可以采 三 芒果栽种的季节 蝴蝶也会开始出来蜜食 三个选项你选好了吗 我们马上就来公布答案 答案是二哦 您猜对了吗 这句话是说 到了盲重时节 大约是国历的五月之后 许多花种的花旗都已经过了 所以蝴蝶就没有大量的花粉 可以采食了 这个其实是从以前就有机可循的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 就写到上古风俗 凡交盲重节的这日 都要摄摆各摄礼物 寄见花神 意思就是说 盲重只要一过 就是真正的夏天了 因此各种的花都凋谢 花神退位需要践行 以上了解了盲重这个节气的基本知识之后 紧接着就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在这段期间盛产的蔬菜 茄子 上次有提到三月到六月是荔枝的盛产期 那到了五六月出产最肥美的作物 就是以茄子最当令 那是夏季的主要盛产蔬菜之一 我们马上就一起来了解茄子的栽种与生长 茄子在民间又叫做红皮菜 是多年生的茄科茄鼠植物 大多生长在热带 颜色多为紫色或紫黑色 有淡绿色或白色品种 形状上来说则是有条状或圆形等等 茄子在西洋国家称为淡珠 主要是赞美茄子的肉质纯白如蛋白 质地也相似 就好像是种出来的鸡蛋一样 花瓣呈现黄色或紫色 每一个花絮有一到六朵花 但大多数的品种只会有一个花 结成果实 最早在隋朝贾斯邪著作 齐明耀术中 就曾经记载茄子的栽培方法 及流种技术 因此中国栽培茄子的历史 大约有1400年到1500年左右 在当时有改称昆仑紫瓜的记载 而现在台湾所栽培的茄子 大约在唐朝时由大陆南方传入 日本的茄子则是大约在七到八世纪由中国传入 由于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盲种时期又是多余的季节 因此从盲种到夏至少数这段期间 都是茄子的盛产期 也是茄子最大最肥美 最适合茄子生长的时候 茄子是一种典型的蔬菜 茄子富含维生素 胡萝卜素 矿物质等营养 不过吃多了恐怕也会有副作用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说 茄性含粒 多食必腹痛下粒 因此对于排便困难者 甚至是久病不遇的病人而言 多吃茄子相当有帮助 宜兰的好山好水 去过当地的人就知道 特别是宜兰三星乡 位于南洋平原冲击山中央 提供足够灌溉的水源 水的源头来自清澈 无污染的雪山山脉山泉 也使得这里的浓受物 得以在清净的水流中滋养 茁壮 今天来到当地有机栽培的蔬果农庄 农场主人是曾在总统府 担任公职的谢荣福先生 他在退休前都会利用假日从事农业 而在六年前申请退休之后 便选择邻近的宜兰三星 开始专职他热爱的农艺生活 其实以前我是当一个公务员 在民国92年 有一个机员就买了这边的地这样子 就开始做一个假日农服 所以就从台北 以前还没有雪睡的时候 就经过北宜这样子 就来这边更做 大概后来就是说 因为经过六七年的适应 其实这边环境什么 也都适应得蛮好 感觉自己对农作的部分 尤其是在有机的部分 我一直想说尝试有机 比较艰难的这个 也感觉蛮有成就感 所以在99年就 办理退休以后 全力来投资 在这边就作为一个 专业的农师这样子 谢荣福先生 是朋友眼中的乐活农夫 整座农庄占地约1000平 种植高达200种的蔬果 以及将近100种的观赏花卉 种类齐全多样 应有尽有 他说每天得花 至少10小时的时间 管理农庄 因为是有机栽培的方式 必须花更多心力去照料 不过对于这样的挑战 踏实了在其中 因为我大概当初有了这块地 也是说要尝试来种植的部分 我也想说 外型的其实一般 外面都已经买得到了 我当然是选择说 会比较高难度 可以自己来那个 因为其实我在92年 其实那时候也开始在风行 就是有机种植 有机种植 其实它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 我也想说 怎么选择有难度的 才能达到那个成就感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 其实我就在台北社大 就开始涉猎这一部分 到社大 不同的社大 去跟随不同老师 其实不同的一个种植方式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 感觉也蛮有兴趣 尤其退休了以后 其实为了去更专业这个 其实我每年都会参加农委会的 那个有机班的专业信念 经过那个专业信念 其实尝试了蛮多 有机方面的知识过来 就是说对我的栽培方式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帮助 不喷洒农药及使用化肥的 有机管理方式 加上最近食安议题沸沸扬扬 注重养生的消费者和家庭 自然而然成了老主顾 谢荣福先生的有机茄子 一年当中分成两阶段采收 以轮作的方式进行 因为它茄子是需要比较热 比较炎热 就是比较湿润的 所以我们在北部的话 其实大概一月份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育苗 育苗 育苗到二三月 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定职工作 定职其实我们大概经过 大概两个半月的时间 就可以开始开发采收 因为我们采用有机种植 就是说不能撕化学肥料 就是再来不能撕化学荣药 所以我们在种有机种植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一个轮作的方式 要轮作 就是说不能连作障碍 所以我这边种了茄子 两三年不要再种茄子 因为你种同样的作物 它会引来病虫害 下次再种同样的东西 病虫害就会比较严重 再来我的顾客对象都是家庭 都是一些亲朋好友 一些同学 他们也希望多选择性 所以我是采用 所以我会配合季节 轮作不同 每次都有很多种的 给他们每餐 都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所以是我有一个栽种方式 一个就是一个顾客的需要 再来就是一个 有机防治上的一个策略之一 尽管茄子耕地 修根月一季 农庄的蔬果选择多 不怕没作物收成 实际走进茄子旁一看 绑起了一条条的细绳 原来谢荣福先生 防止茄子病虫害 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因为茄子的话 它其实植株蛮高的 再来就是说 它的果实也蛮大蛮重的 所以它就是说 需要去做一个整治的动作 不然就是它没办法承受的话 就会造成它一个自干的折断 就是说比较好的通风 比较好的日照 就造成它那个 那个就是长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 大概长长长 我们从定脂大概长到 五六十公分的话 我们会去给它做分支的动作 我们希望高一点再做分支 就是说你果实就不会垂在地上 垂在地上就是造成 一些病虫害的一个产生 再来就是说 它底下就比较通风 所以要去做那种 一般我们就是说 平行的那个架子 因为那个架子弄了 所以我特地就是说 有弹性的步行绳 那个步绳 用步绳来去做一个 那个固定的动作 因为它有弹性 也比较不会伤到那个枝干 那茄子的部分 病虫害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它诊住 像那个青菇病 青菇病造成它诊住的死亡 再像虫害的部分 比较容易的像那个牙虫 牙虫 牙虫的那个 有没有有洞洞 这个是那个像 鞋温叶稻蛾 田菜叶蛾都会来那个 所以我们要做这方面的 有机防治的话 你像牙虫 我们也许就会用那个 宅玉油去喷 因为宅玉油它会 是用油脂会造成牙虫 它去窒息死亡 来那个 那协文叶稻蛾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很多 像我用的一些幼虫灯 利用灯光把那个虫给幼过来 像那个性费肉猛的方式 去吸引熊虫的那个方式 也都可以达到那个 再来我们有些真的要那个 就是喷像树立菌 树立菌 它对于虫壳也都有很 很好的效果 可是我们在种那个有机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一个 预防是重于治疗的 所以我们在预防的动作 是相当的重要 就是说怎么去做 比较好的管理 就是病虫害的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 哇 你看 这个 你看 这是蝸牛来吃它 因为蝸牛很喜欢吃这个果实 所以我们去做整治 避免这个果实去掉在地上 蝸牛就吃不到它 就可以去救预防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那个预防的方式 来处理这一方面的 其实那个消费者 对于我们有机栽培 会讲 哇有机栽培 好像不像惯形的那么飘 其实只要它可以认同这个理念 虽然有虫咬 其实它也是都可以来接受这一方面 因为它其实有虫咬 虫吃表示人也可以吃 它是一个健康 一个指标 茄子上大大小小的坑洞 都是昆虫啃食的结果 但这代表的是 无毒健康的有机蔬果 受惠于雪山山脉的涌泉水 让谢荣福先生 能够建立四面环水的生态沟 水流方便给水灌溉 也方便排水流出 避免过多的灌溉水流囤积 我想三星这边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有雪山山脉 中央山脉去包围 所以我们这边 经过雪山山脉的泉水下海 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涌泉区 所以一个涌泉 其实在我有机栽培 是一个很好应用的 我可以达到一个生态的多样化 所以我也是善用这个涌泉 所以做了一些生态钩 一些涌泉池 除了说是培养一些病床癌的天体之外 我也用这个涌泉去做灌溉 用这大自然的恩赐来灌溉我的作物 用很好的泉水来培养出很好的作物 从水底冒出的泡泡 就是泉水不断涌入的最佳证明 周围的蔬果 以生态沟循环的方式成长 遵循的是自然法则 作物自然长得健康鲜美 看到我们这么好奇 谢荣福先生也热心地提供大家 挑选茄子的秘诀 我想茄子要去挑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个茄子一个色子很均匀 它紫色就很均匀的紫色 比方说这边生生浅浅的 再来比较直比较去弯 弯表示说它营养分是比较不充足的 再来它很均匀 大小很均匀 不会说上面比较小 底下比较大 像这个茄子就长得还不错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原则 挑到我们喜爱的茄子 今天跟大家介绍了盲重的故事 还有很多在这个时节的气候特征 还有盛产的蔬菜 下周我们持续跟大家介绍 盲重的天气现象 以及这个时期 华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端午节 解气乐国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一起谈天说地 化解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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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